今天特意安排了一道超级下饭的木心肉 这道菜早就有朋友催我出教程了 配料准备胡萝卜、青瓜、木耳 煮料来切一点猪肉片 切完洗净下盐 先抓至有粘性 腌制肉片有先后顺息 你可要记住了 感谢你长得这么帅这么亮 还帮我点了个爱心 谢谢啦 生抽、胡椒粉 再抓至均匀入味 下蛋清可以让肉片色泽明亮 表面更光滑 玉米淀粉最后下 才能守住水分 不易脱僵 最后下大豆油搅拌 不易结成一团 准备三个鸡蛋搅拌均匀 生抽调味 老抽调色 料酒去腥提鲜 盐 玉米淀粉兑水 调成酱汁 要是你平时找不到新花样做菜 我的主页有一千多道详细美食 记得点我头像旁边的家号收藏 学到就是赚到 三层油温 滑炒肉片 油温别太高 不然会柴 会硬 捞出瘤干油 开中火下蛋液 炒至两面金黄即可 捞出备用 锅中烧水下油 盐 水烧开后下木耳 胡萝卜 青瓜 烫至断生 马上捞出来 锅中扁香 葱姜蒜 配料下锅 大火炝香 下调好的酱汁 快速翻拌两三下 鸡蛋 肉片 下锅快速炒至均匀入味 即可出锅 喜欢下厨的你 不要忘记了 我的主页还有更多 香气美食等着你哦